怎样练流行歌曲的气声 很多同学会问 这个流行歌曲中的气声唱法 是不是声带漏气 声带不必和会伤害嗓子吗 今天和大家说一下 流行歌曲用气声唱呢 会更有画面感更亲切 甚至呼吸声都能听得很清楚 在主歌部分用的比较多 正常漏气是什么样子的 就唱两句 我的嗓子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开始呱的有点疼 怎么样能够保持气感 又不破坏我们声带呢 大管一气流出的速度要放慢 声带稍作阻力 气的流速不是 这流的太快 要气慢慢的流出来 气的速度一慢 说明说说明你的声带有阻力 有档气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用复式呼吸 吸的深一些 吸的比平时多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气息少 拓长音的地方呢 我们就会使劲往外挤 使劲往外带气 所以说漏气会更严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气没了 我们又想把这一句唱下来 那我们肯定得往外挤吧 使劲往外带 所以说这个时候漏气量会更大 看到这里你还没有滑走 说明是真的好好想学唱歌 这个视频有点长 方法三和四 我会放在下一个视频去讲 记得关注哦